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今早的麻省華人福音堂的月雨主日崇拜 我們仍然在網上做我們的崇拜 我們很歡迎我們的新朋友Thomas 來我們當中參加我們第一次的崇拜 我們開始之前請大家安靜靜默 來預備我們的心去敬拜神 我們首先低頭做個祈禱 昌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滿心感謝你 你讓我們清神而言有機會來到你的面前 去向你敬拜 因為這是你所定的日子 我們願意歡喜快樂去到你的面前 因為你給我們的恩典是何其多 你給我們每一日所需用的都足夠 不單止是我們的物質方法 我們的供應 也都是你給我們藉著主耶穌基督的補血 給我們得熟赦免我們的罪 以至我們能夠有永生的盼望和指望 我們現場我們的感恩 天父下我們真的看到我們周圍的環境 是很混亂 各與各之間的競爭 人與人之間的鬥爭 爭執 天父下你真的願意我們在這麼分亂的環境當中 仍然能夠定征在你的身上 以至我們在這裡得到指望 因為是你所定的旨意 你要我們得著的是平安 父下我們就願意在你的面前 去得著你給我們的平安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 你仍然在當中去掌管 因為正如詩人所說 天是你的地也是你的 世界和世界充滿的 都是你所建立的 公義和公正是你寶座的基礎 慈哀和信實行在你的前面 願意我們能夠在當中 以愛來彼此相待 因為你的命是應當清重的 直到永遠 我們這樣祈禱交託 奉子耶穌得勝的名字 阿門 請聽我讀出今天的宣兆經文 在詩篇九十二篇一至三節 清謝耶和華 歌頌理智高者的名 用十元的樂器和失 用琴彈優雅的聲音 早晨全揚你的信實 每夜傳揚你的信實 這本為美是 讓我們起來稱眾讚美神 因為祂是創造主 是至高的永活神 祂有恩惠、慈愛和誠實 願我們謙卑到祂面前 來向祂敬拜眾讚 將榮耀歸回給祂 因為祂是我們的神 祂是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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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你是我的手 唯你是我帮助 跟我愿意天天来天天 尊财 似乃自告知 尊财 教授我的手 唯你是我的手 唯你是我帮助 唯我仍然屈身外珍重 唯有主空已知爱 永全温彩 万有主快乐共作 永全世代 等我靠送送命 全世送灯 万有神的爱 我才尊财 尊财 似乃自告知 尊财 似乃自告知 尊财 教授我的心 唯你 唯你是我帮助 尊财 ứng欺蓋 乌生来再传 有主公列自爱 永全免财 有主花月空荒 永全世代 根靠神宗愿 主主神功名 满有神兵爱 我赞送你 满有主公列自爱 永全免财 满有主花月空荒 永全世代 根靠神宗愿 主主神功名 满有神兵爱 我赞送你 满有主公列自爱 永全免财 满有主花月空荒 永全世代 根靠神宗愿 主主神功名 满有神兵爱 我赞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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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患于人要重唱你的爱 让你全人超出世界万有 慈悲爱全 何必祝福到永久主心已难我成统 就跟随我持愿山山天高 尽情参尘国都尊惠 若他一世我心结 照过成坚一祭 永远射罪有死情无畏 我引迈向外奔 走中连行波涛 熟练上枪吸我表梦 这天真高尘国都尊贵 就跟随我心结 都跟随我心结 静过成坚一祭 这天真高尽 都尊贵永远射罪有死情无畏 我引迈向外奔 又会迈向外奔 都尊贵永远射罪有死情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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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 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 人尼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三节 我们不自消灭 自出于耶和华诸的前来 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 每早晨都尊贵永远射罪有死情无畏 有细生的企企伟大 麻烦把我们的麦克器熄熄一下 我们继续用诗歌来 去赞美神的信实 何广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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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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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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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ؤstick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敬拜,一起領受你自己的話語,一起祈禱 我們感謝你給我們雖然人數很少 但是你給我們大家有一個障礙和一個同心 我們盼望我們在你的面前能夠為著你給我們的祝福 你每天給我們豐富的供應 給我們在這個環境裏面的平安 給我們基本上身體也有健康 求主來祝福我們今後的道路 為著我們中間身體有病的有癌症 有醫治的我們實在仰望你 為著我們年老的或者記憶已經衰退的 或者有很多大腦的功能出現問題 求主來都憐憫我們 為著我們中間有很多弟弟哥他們成長 希望他們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無論是入大學或者是入社會 求主都是祝福他們 叫他們能夠承傳接受領受 你給他們人生和福音的使命 希望你自己交託我們能夠一直傳遞下去 為著我們在你面前的余祖祈禱 為著我們以後的發展祈禱 我們從五十幾個人一直跌到現在二十個人 我們求主來都憐憫我們 或者你自己看看怎樣能夠在我們 就來今年結束明年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新的發展 我們相信只有你自己能夠做 我們在你的面前 除了來到祈禱和在你的面前 深入一點來反省我們自己對你的房建 和對你的委身的時候 求主祝福我們 主要為著我們在你面前 我們靈命的真正的增長 不是膚淺的表現 求主來到年民去為著 我們在星期五晚的祈禱 為著我們星期日的崇拜 為著我們其他方面彼此關顧我們的動物 我們為著上個星期有不少幾個人 十七個人來參加我們星期五晚的聚會 我們感謝你 我們盼望這個發展不是暫時的 而是你能夠繼續鼓勵我們的 我們需要你自己的鼓勵 我們需要你自己的安慰 我們盼望你叫我們在你的面前 這個這樣的服侍是合你心意的 為著今天我們在你面前的聚會 或者孫長老他自己在你面前領受的話 今天對我們勸勉來祈禱 我們盼望你自己帶領我們下面的時間 讓我們欣賞恩代我們 我們這樣奉奉主耶穌基督得性的名字而求 阿門 阿門 我們為著孫長老座 我們中間能夠和我們分享神的信息 我們多謝他 我們將下面的時間交給孫長老 好 華山華人 福音堂 廣東崇拜的弟兄姊妹們 平安 有些時候去安城 就是Amherst的華人 基督教會 跟他們說主內平安的時候 他們通常就回應說 平安喜樂 我覺得這個非常之好 所以我現在向大家說 主內平安 你們就回答 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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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多謝 現在就麻煩你們將你們的話筒關上 免致有些奇怪的聲音出現 然後這個host有沒有辦法把我 highlight出來呢 因為現在看到大家的樣子 雖然很高興看到大家的樣子 但是有沒有辦法把我放大 你要share screen出來就可以了 哦,share screen就可以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題目 是弟兄和睦同居 可能大家一聽到這節聖經 你就馬上想到 這個是出自詩篇 第133篇 這裡說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者好比那貴重的油 揪在阿倫的頭上 流到鬍鬚 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門的金路 降在石灣山 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遠的生命 這張詩篇 這張詩篇呢 是 弟兄姊妹很喜歡 在退休會的時候 分享的 一個詩篇 是不是 到退休會 三日四日結束 然後 大家有見證會的時候 很多人就在上面就說 哎呀 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美 何等的善 當然這裡說到弟兄 包括姊妹 對不起 所以應該應該說 看啊弟兄姊妹 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美 何等的善 但是我發覺 其實這個詩篇 它裡面有很多內容 是我們平時可能忽視做一些 因為你看第二句 它說 好比貴重的油 要在阿倫的頭上 留到胡蘇 又留到太太依襟 為什麼這裡說 弟兄和睦同居 他會把阿倫這個名字提出來呢 然後 貴重的油 要在他的頭上 應該有什麼意義呢 今天我主要是講這一段 但是呢 我亦都提一提下面 好比黑門的金路鋼 在石安山 黑門就是在 以色列最北 彈之派的地方 就是 黑門山 非常之高的一個山 如果知道 以色列的天氣 他們通常是很乾旱的 但是因為黑門山非常之高 所以那些濕的氣 從地中海那邊吹過來 在上面 經常都有雪 然後有很多的雨水 就流下來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 在這裏 在黑門山的山腳 在很多年前 在主耶穌之前 有一個很大的山洞 那洞 那裏有水 Spring Water 因為黑門山上下的雨 在那裏湧出來 是非常肥沃的田地 所以我們知道 約旦河的上游 其實是在 黑門山山腳 這個山洞裡 流出來的 那這個山洞 非常之深入 變黑媽媽 很多人 就覺得這個是去地獄的門 所以在主耶穌的時代 在這個山洞面前 是有幾個廟的 其中之一個廟 是拜祭他們的神 叫做潘神 潘 這個潘是半人半羊的 如果你去查一下他的樣子 他上身是人的樣子 但是他有兩個角 然後他的下身有四隻腿 就是羊的 那這個潘神在他們的信仰裡 是把守著這個所謂地獄之門 the gates of hell 我為什麼提這個呢 因為大家平時查主耶穌去 該撒尼阿肥立比 問他的門徒 那些人說我究竟是誰 很多人就回答 有人說你是伊利亞 有人說你是施洗約翰 最後耶穌很嚴肅地問他們 你們說我是誰 那彼得就突然之間 受到聖靈感動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 那麼耶穌就說了一大堆 最後他有一句話 他說我要在這個盆石上 建立我的教會 然後我們中文的翻譯是說 陰間的門不能勝過他 其實如果你看到英語 就是說 the gates of hell shall not prevail against me 所以如果你明白這個背景的話 我在想像中 好像主耶穌去到這個 潘神的廟的門面前 搖著 把這個門在那裡搖 gates of hell shall not prevail against me 然後在一般傳統上的記載 黑門山上面就是變化山 主耶穌帶那三個門徒上去 變了他的樣子 一般來說 他們說就是黑門山這裡 所以大家讀這個詩篇的時候 如果把這個背景放在我們的腦海裡 就突然之間很豐富的一段經文 好 現在講到第二節 大兄和睦同居 為何提到阿倫呢 其實這一段是講到阿倫 被高成為大祭司的一個記載 無端端為何會把油倒在阿倫的頭上呢 聖經人說 因為神吩咐摩西 你要用油膏阿倫 讓他成為大祭司 這個在《出埃及記》第28章 記載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收集一下 這個大祭司他穿的衣服 有很多很多豐富屬靈的教訓 我在這裡特別只提出一兩點來 第一個我想提一提 大祭司他肩膀上有兩粒寶石 這些寶石呢 一粒有六個以色列人的支派的名字 一粒是另外六個支派的名字 所以他的肩膀上是附著整個國家的責任 但是他的胸牌 他的胸牌 另外有十二粒寶石 就是每一個支派的名字 放在上面 所以如果大家對美國立國的歷史有興趣的話 你去查考一下 當初Jefferson Quinsey Adams 他們在立國的時候 他們非常受聖經的影響 所以什麼意思呢 兩個肩膀上擔負所有國家的責任 這就是聯邦政府 但是呢 十二個支派 The States United States 是放在他們的胸口 所以政府一方面 將整個國家的責任 放在他們的責任 但是呢 深空要 尊重每一個州 他們自己的 所謂的 所謂的 所以這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今天特別提到 如果你們注意到 大祭司下面 有些 用金做的 鑫鑫鑽鑽鑽鑽 如果你們看這個 《秋哈記》是很有意思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祭司最重要的一個責任 就是屬罪日的時候 他可以進去至聖所 為以色列人求罪的赦免 但是呢 那些人怕 大祭司不潔淨 他進去至聖所 看到聖結的神 如果他做錯了什麼事情 神擊打他 他在至聖所裡死了 我們怎麼知道呢 就是被他帶這些 鑫鑫鑽鑽鑽 如果外面的人聽到 裡面還有聲音 就知道這個大祭司還活著 如果沒有聲音 就慘了 大祭司可能被聖地擊殺了 所以他進去的時候 他們的腳上 幫他綁一條繩 萬一他在裡面被神擊殺了 把他拉出來 然後呢 這裡的衣服 聖經裡面 他有說 用藍色 用紫色 用珠紅色的線 去織出來 我就覺得這幅圖畫 比較偏重了紫色 好像非常深藍色 其實應該比較淺色 講到紫色 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 紫色的布 在很久之前已經成為 皇家 國王才可以穿布 你們可能記得在寶羅 去傳福音 去到以弗所 去到肥納比 就認識到這個賣紫布的呂帝亞 就是他們那時候已經懂得 如何把那些布 染成紫色 我們知道這個紫色怎麼來的呢 是從這些叫做海螺 然後呢 你要 形成一盎司的 染料 你要得到二十五萬個 這些海螺 將它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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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多時候懷疑 聖經裡面說的是否真的 結果呢 十年前左右 以色列的考古學家 在以色列的海邊 找到這些紫色的藥墓線 用碳十四去化驗 就發現這個是離開我們 差不多三千年的藥墓 這就是大衛時代的紫色墓 好了 我們知道怎樣染紫色 怎樣將它變成藍色呢 這個就已經失傳了 四十年前 以色列的人才發現 怎樣可以變成藍色的墓 原來你要從紫色的墓 當它染成紫色的時候 你要將它在太陽下面曬 有紫外光去和紫色染料的構造 發生光合作用 其實光合作用不是很正確 光合是Photosynthesis 這裡說的是Photosis 然後呢 紫色才可以變成藍色 我們不要以為 現在這麼簡單 你要穿牛仔褲 藍色的褲非常容易 其實 要做藍色的染料是很難的 所以以色列的國旗 就是用藍色和白色 藍天白雲 他們的解釋是 藍色就是神的啟示 天上來的 白色就是人的智慧 所以他們認為 我們的立國是上帝的啟示 我們的努力 大家一起合成的 如果你看到 上帝叫摩西高阿倫做大祭司 我不知道你心裡有什麼反應 你會不會像我這樣 第二個反應 有沒有搞錯啊 你立阿倫做大祭司 他犯了這麼大的錯 怎麼可能 你們記得 當摩西上到西乃山上 上帝跟他啟示他 他把十戒和其他的戒命指示給他 他因為在山上 四十日 下面的人 開始疑惡惡 百姓見到摩西 前而不下山 大家聚集到阿倫馬女 你來幫我們做一個神像 讓我們前面引路 因為帶我們出摩西 我們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 阿倫沒有罵他們 他們說你們怎麼可以 現在要求要做一個神像 當然這個時候他們未得到十戒 所以他們未知道 上帝不喜歡他們拜實際的偶像 阿倫就說 你們將你們的妻子兒女 將他們耳仔的金環 很先進 我們現在男人才敢戴耳環 在七合機的時候 大家已經戴了 他們說你們將這些金耳環給我 然後阿倫就 放進一個火爐 這裡很明顯 說他鑄了一個金牛毒 然後用雕刻出來的 我們特別要記住 因為後來摩西發生 罵他的時候 阿倫說謊 他說這些百姓把金的耳環給我 我雕刻在火爐 這個金牛毒就出現了 何時有這麼容易的事情 金丟進去就變了一個牛毒 因為很明顯是阿倫 用心將這個金 變成一個牛毒 然後阿倫就在牛毒面前 祝壇說 明天我們要慶祝 獻祭 因為這個就是帶我們出來 出埃及的神 所以我在想 他犯了這麼大的罪 為何神還會 高立他做大祭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真的很想問你們 有想過 好,舉一舉手 不過不用了 結果我去思考的時候 我就覺得 創世記裡面 有很多故事 好像給我們 有一點點的啟示 當然摩西和阿倫是 出埃及記的大兄 但是出埃及記跟創世記本來 是一卷書的 猶太人叫他做Torah 就是摩西五經 是一卷書的 我們記得 創世記裡面 第一對的兄弟 就是戈人和阿伯 當我說的時候 你們心裡 應該已經有你的故事 湧出來了 第二對有提到的 以撒馬尼和以撒 可能你們心裡 有另外一個故事湧出來了 第三個我要提到的 就是以素和雅各 第四個就是 猶大和約瑟 我這個括弧是說 便雅敏 因為約瑟和便雅敏 是一對兄弟 是同一個媽媽生的 等一下我們再仔細說一說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這四個兄弟裡面 有什麼特別 你們心裡 要開始思考一下 哥人和阿伯 以撒馬尼和以撒 以素和雅各 猶大和約瑕 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 哥人和阿伯 阿伯 聖經說 該人將地裡的出產 為貢物獻給耶穫 阿伯 阿伯 就將羊群中 頭生的獻賞 這裡說 耶穫 看中了阿伯和他的貢物 只是看不中該人和他的貢物 該人就大大的發怒 變了原色 我們跳到下面 是新約的註息 希伯來書十一章四節 這裡說 阿伯恩著信獻祭於神 被該人所獻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這見證 就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 雖然死了 卻因為這個言言說話 所以 新約的聖經式解釋 是說阿伯用信心獻祭 該人沒有用信心獻祭 我覺得這個解釋 不是完全說服我 但是聖經是這樣解釋 然後 下面那段 如果你看中文 就不太清楚 英文不同的版本 有不同的解釋 尤其是二十年前左右 大家喜歡用的英文版本 是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是否還用 現在比較多用的是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NIV說 該人和他的兄弟阿伯說 Let's go out to the field 我們一起去填 那裡 While they were in the field Cain attacked his brother Abel And killed him 如果你看和合本的翻譯 如果你看和合本的翻譯 該人和他的弟兄阿伯說話 然後在填裡 該人殺了他的弟兄 所以 中文的翻譯 和很多的英文翻譯 有幾種不同的 Murder 1 跟Murder 2 不同的 這個刑罰也非常不同 Murder 1是什麼呢 Premeditated 你還沒犯謀殺案之前 你心裡已經思考過 怎樣殺他 在哪裡殺他 殺了他之後怎樣處理 Murder 2 其他那些 是可能大家一起說話 說得越來越激烈的時候 你突然之間 聖志一發 一刀捅他把他殺了 這個是emotional 不是premeditated 你被抓控告之後 罰得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一句 究竟 該人有沒有跟阿伯說 我們一起去填裡面 非常重要 我覺得是有講的 該人是已經有心 要殺阿伯的 下一個呢 以撒瑪利和以撒 我們都應該知道這個故事 阿伯拉罕75歲的時候 離開他本家本族 指示他要去加南地 應許他 你將來會成為一個大國 哎呀 但是去加南地之後 過了十幾年 二十年 還是沒有後代 所以他的妻子 薩萊就 自作主張 將他的子女 一個埃及的下甲 給阿伯拉罕說 你跟他生一個後代 就歸己我的 結果就生了以撒瑪利出來 但是後來神 阿伯拉罕和撒拉說 你們生出來的才算數 所以當以撒瑪利 差不多十七歲的時候 以撒就生出來了 以撒斷禮的時候 阿伯拉罕切封聖的兒籍 當時撒拉罕見 埃及人下甲 給阿伯拉罕所生的兒子 欺笑 就對阿伯拉罕說 你把這個屎女 和他的兒子趕出去 因為這屎女的兒子 不可以我的兒子 以撒 一同承受產業 如果你看旁邊這些圖畫 這個是Rembrandt 特別為了這個故事 雕刻 其實你注意去看 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你在這裡 你會看到Rembrandt 去解釋這段經文 你們可以猜 哪一個是撒來 哪一個是以撒馬里 然後這裡 他特別放了 以撒的一個像 在那裡 這裡就是以撒 這個以撒被聖經說 他斷禮的時候 好像大一點 然後他還加一隻狗狗 非常有意義 當然最明顯的 以撒和雅各 當以撒和雅各 都未生出來的時候 他們兩個在 尼伯家的土裡 打架 所以尼伯家非常奧怒 向神祈求 耶和華就對 尼伯家說 兩個國是你的福類 兩個族要從你身上出來 這族必強於哪族 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 這個就是有些奇怪 都未生出來 神就已經揀選了雅各 不要以掃 你說 該人和阿伯他們做錯了事 該人殺了阿伯 然後上帝懲罰他 這個合理 現在這兩個都未生出來 都未做任何事情 神為何要 雅各不要以掃呢 最近 聽了一些拉比的解釋 其實很特別 我想大家一聽到 以掃和雅各的故事 就是想到他煮紅豆湯 他將紅豆湯 將他的長子的身份 就賣了 賣了 這個不是我們 中國人喜歡喝的 紅豆湯水 我們通常團契完了 大家很喜歡去喝紅豆湯 這些是他們所謂的 Lental Soup 這些是他們用的豆 他們煮出來的時候 原來呢 當他煮熟的時候 真的可以 好喝的時候 這個紅豆湯是金黃色的 不是紅色的 不是紅色的 如果說紅色的時候 是這個紅豆湯 還在煮緊 都未熟 未可以喝的時候 所以你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你就明白 當以掃打獵回來 他看到雅各在煮紅豆湯的時候 都未煮好 他已經說 給我喝 我現在餓到要發瘋了 等不及了 所以讓我們看到 以掃是一個 沒什麼耐性的人 他不會忍耐的 好像我們現代人一樣 你要煮一個好吃的牛肉麵 你要煮一個好吃的牛肉麵 幾個小時才做出來 太久了 給我一個即食麵 三分鐘 到滾水 太久了 最好就是放一些水 放入微波爐 炸一下 十秒鐘就出來了 根本沒有忍耐力去等 所以也不會等上帝造成的工作 這裏我又要提一提 我不是談和合本 和合本在我們的中文翻譯 聲經裡面應該有一個很高的地位 但是它也有100多年來的歷史 從1911年上 翻譯到現在 有很多新的發言 例如四海古卷 有很多其他的經文都找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看 我們的和合本 當雅各握了以撒 以撒的祝福之後 你為什麼把所有的祝福都給了我弟弟 我沒有祝福嗎 雅各說 以撒就說 我沒有辦法了 都給了他 我現在祝福你 只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看和合本的翻譯 它父親以撒說 地上的肥土必為你所住 天上的甘露必為你所得 這個祝福多好啊 你又有肥肉的肥 又有天上的甘露 為什麼 以撒說 我已經沒有祝福給你呢 如果你看現代的譯本 以撒對他說 你住的地方 必遠離肥肉的土地 也不會有天上的甘老 如果你看ESV Isaac His Father answered Behold, away from the fatness of the earth shall your dwelling be, away from the dew of heaven on high 所以現在的翻譯都是比較對我們來說 以撒說我的祝福都給了瓦角 所以你不會住肥肉之地 因為你不會有很多的雨水 所以以訴就發怒 要去追殺瓦角 所以我很鼓勵大家 現在用聖經的版本非常容易 我鼓勵大家去下載《We Read Bible》 《微讀聖經》 所有的版本你都可以下載 讓大家查經比較容易明白 好了 講到這個猶大和約室 首先講猶大不是最大的兒子 在瓦角的後代裡面最大的是樓邊 我想大家現在開始感覺到我究竟在講這些弟兄有什麼特點 就是本來在中東一般人的心裡的領袖是大兒子被選擇 因為是他們最旺盛的時候生出來的 所以他應該得雙倍的祝福 但是在《創世記》裡 我們看到這些兄弟的故事 都是上帝不要大的 簡選小的 非常有趣的 我們知道 雅各最大的兒子是劉邊 今天時間我沒有辦法去仔細講 但是劉邊犯了很大的罪 所以聖經將他的地位貶低了 後來雅各祝福他的兒子的時候 很明顯將猶大升到最高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猶大和約室和別雅敏之間的關係 他在《創世記》裡有一個極端的進化 因為開始的時候大家記得 雅各其他的兄弟大家都妒忌約室的 因為很明顯雅各非常愛約室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的媽媽 Rachel 拉傑就是雅各一生真正愛的人 大家可能對雅各有些偏見 覺得他是一個很狡猾的 很奸詐的人 的確他有這方面的表示 但另一方面我認為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愛情故事 雅各是非常非常愛Rachel 但可惜Rachel和她一起的時間不長 就死了 所以雅各非常愛約室 給她穿最漂亮的衣服 大家都記得她穿彩色的帆子 然後她又喜歡做夢 她經常把自己的地位提高 所以她們的兄弟非常討厭約室 結果有一次就把約室 本來想把她殺 最後猶大就說 哎呀殺了她 沒有什麼益處 不如把她賣給別人 至少可以拿些錢回來 所以猶大開始的時候 是賣約室的兄弟 但如果你看小小看創世紀的故事 當最後約室在埃及做宰相的時候 他要考慮那些弟兄究竟有沒有改過之後 他就把辯雅敏騙他們 帶到埃及地 然後嫁禍給辯雅敏 說他偷他的銀盃 所以在這個時候 猶大就說了一篇非常感動人的說話 他說我寧願把我自己的生命 替換辯雅敏的生命 我代辯雅敏服侍你 因為如果我不是這樣做 我親愛的父親 就會白髮瘡瘡下 到陰間非常悲傷 他負起責任心 說到連約室都忍不住 把所有其他人趕出去 然後大哭 哎呀我是約室 是你們的兄弟 所以創世的表現 將猶大本來是一個 不是一個特別的兄弟 突然之間提高到非常高的地位 到最後 當雅各向他們祝福的時候 就已經預言將來的迷賽 國王是要從猶大的支派出來 所以我略略提一提 大衛為何選擇以色列人為首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耶路撒冷是一個很不經傳的小山 上面一個小地方 為何大衛為了得他作為首都呢 如果你要好好地去研究 約書和時司記 你會發覺 耶路撒冷當時是兩個支派 都把他同時管理的 一個就是猶大支派 一個就是便雅敏支派 兩個支派一起管耶路撒冷 你們記得大衛王之前是蘇羅王 他是什麼人呢 便雅敏人 所以當大衛成為以色列的國王的時候 他知道下面便雅敏支派的人 不服他 他們都在想 以前我們的王才好 所以他就把便雅敏和猶大 是一齊的城市成為他的首都 表示我們整個國家都是合一的 所以這些都非常有意義 所以現在已經提到了 創世紀的大兄裏 上帝是簡選世的 放棄大的 為什麼呢 神的主權 書埃及記33章19節 神說 我要顯明我的恩慈 在你面前經過宣告我的命 我要連吻誰 就連吻誰 我要恩待誰 我就恩待誰 當然大家可以在這裡有很多的辯駁 因為這裡也說 他可以叫法佬僵硬 不放他的百姓出來 那大家就會說 哎呀 那你怎麼可以怪法佬 你自己把他的心變硬 這個就保羅在羅馬書裡面 有很完整的解釋 我就不多說了 在馬拉基書那裡 大家可能不知道耶和華說 我曾經愛你們 你們卻說 你在何事上愛我呢 耶和華說 以素不是雅各的哥哥嗎 我卻愛雅各 互異素 所以上帝在這裡有特別的簡選 美利暗和摩西 可能大家都記得這個故事 在出阿籍的開頭的時候 有一個利美嘉的人 娶了一個利美女子為妻 這個女子懷孕生一個鞋子 而只見他盡美 就藏了他三個月 後來沒辦法再藏了 就放在這個葡草箱裡面 然後放在河邊 孩子的姐姐遠遠的站著 要知道他究竟怎麼樣 這個姐姐就是米利暗 所以我猜米利暗 那時候起碼應該六七八歲了 所以米利暗大過摩西 應該是大概七年到十年左右 這個字其實是非常特別的 摩西生出來 這個不單止是盡美 原文是極其盡美 在猶太人拉比的色經 他們說 當摩西生出來的時候 整個房間都發光 然後他媽媽生出來的時候 不用陣痛 一生就生出來了 阿倫呢 大家知不知道阿倫和摩西的年齡差多少呢 我去查一下 在文書記裡有記載 阿倫死的時候是一百二十三歲 然後摩西死的時候一百二十歲 我們假設摩西和阿倫去世的時候 都是差不多那段時間 阿倫應該是大過摩西 大概三歲左右 所以米利暗是大姐姐 阿倫是二哥 然後摩西是三弟 米利暗非常照顧摩西 雖然法老的女兒把他領過去 他都一直把摩西帶到他們的家 又親媽媽把他養大 當他們出紅海的時候 阿倫的姐姐聖經說 她是女先知 手女拿著鼓 拿鼓跳舞 有歌頌耶和華 所以米利暗是一個非常好的姐姐 阿倫呢 當耶和華呼召她的時候 摩西開頭很多推堂 她說我是一個不能言的人 我絕口笨舌 這個有點奇怪 她四十年在埃及接受最高等的教育 為什麼會說自己連說話都不行呢 因為她四十年才對著羊 她逃離了埃及之後 在彼殿看羊 所以她每天聽到聲音 嘩嘩嘩嘩嘩嘩 所以她都不會說話 所以她跟耶和華說 你派別人去我不會說話 耶和華就說 你去吧我賜你的口才 只教你所說 摩西就說 主啊你願意打法瑞就打法瑞 是還在推堂 耶和華都開始生氣了 還在推堂 有你的哥哥利美人阿倫 她是能言的 所以阿倫的好處是她很會說話的 現在她出來迎接你 這句就是Key Verse 她一見你心裡歡喜 大家想一下 摩西離開了埃及地四十年 她頭四十年在埃及的皇宮裡長大 她從來都未經歷過做奴隸的痛苦 突然之間她回來 她說 阿耶和華神呼召我 我現在要成為以色列的救主 帶領你們離開 如果我們是阿倫的話 心裡可能就叮叮咕咕了 上帝呀你為什麼選他呀 她從來未經歷過這個痛苦 她又離開了我們四十多年 為什麼她現在回來做我們的領袖呢 我明明說得比她更好 我更加會說話 但是這裡說 阿倫一見到摩西的時候 她心裡歡喜 她心裡沒有妒忌 好奇怪 在《文數記》十二章一到三節 我們已經看到米利亞和阿倫都很喜歡摩西 但是為什麼在這裡摩西娶了古實女子為妻 他們呢 就毀謀摩西呢 難道耶和華單單跟摩西說嗎 不跟我們說嗎 耶和華聽見了這個話 結果就懲罰了米利亞 這個故事我就不多說了 然後這段有很特別的註釋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聖過世上的眾人》 有很多人說 他寫《摩西五經》 所以《文數記》是他寫的 他竟然加一句這樣說 我為人極其謙和聖過世上的眾人 自己讚自己 有人說這是抄寫的文士 他們特別加入的 表示當他的姐姐和哥哥 攻擊他們的時候 他仍然沒有回應 在耶和華為他出面 今天我就不注重說為什麼他這樣做 因為聖經也沒有特別說 他們是否因為種族歧視 他們覺得摩西不應該娶一個古實女子為妻 我們猜想古實女子是非洲人 所以他娶了一個African American 所以他們說很不高興 是否呢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我想今天我們最尷尬的就是 究竟我們有沒有犯都己疾道的罪 我們對我們的弟兄我們的姊妹 心裡面有沒有妒忌 雅各書第三章十四節到十六節說 你們心裡若懷著苦毒的疾道 不可說方話抵蕩真道之為 不要從上頭落敵那是熟地的 這裡說到 從魔鬼那裡來 就有疾道奮針 針言也說 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 疾道使骨頭會懶 為什麼會疾道呢 就是不滿足神給你的東西 你覺得 哎呀 為什麼我這裡只有五尺 我的姐姐就五尺五 不公平 她又高又美 我呢 又醜 不接受 又或者就是 哎呀 我的哥哥就聰明 她入到MIT 對不起 我就入U-Mass Amherst 所以呢 不公平 我就疾道 疾道是因為我們 不可以接受神給我們的 然後呢 我們盼望 跟別人去比 我要比他更好 更高 所以 所以 保羅在這裡給我們很多的教訓 哥林多前書 講到愛的真是 就是講到 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 是不疾道的 肥拉比書 保羅在這裡說 我們在教會裡面 要全心謙卑 看國人被自己強 對不起 George長老 我現在要爆些長老團的消息出來 這不是說 You sufferer 我是說 Woster教會 長老團開會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很激烈 尤其是 當我們現在在這裡討論 要不要重開教會 重新關閉的時候 哎呀 有些時候真的差點 吵架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獎屋裡面 有人是研究藥材的 他當然覺得我自己最自讀 我們有些人 他的信心比較大 我都打了疫苗 我出去買東西的時候 我都不戴口罩 我也不怕 為什麼你們現在這麼害怕 這個Delta variant 我們不應該關閉 大家炒到 真的有些時候要吵架了 這裏就是說 我們要看各人對自己強 當我們開同工會的時候 當然我們每個人有自己的看法 我們有我們的背景 我們有我們的思考 但是 很多時候 我們就不聽別人的說 聖經說 我們要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這是秘訣 我們開同工會的時候 如果大家吵吵鬧鬧的時候 你就記住這句 Shut up 不要說自己 聽他在說什麼 為什麼他是這樣的看法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我 寶路說 我無論在什麼處境之下 我都知足 所以不用跟別人比較 他駕駛Audi 我駕Toyota 都可以 Toyota的車非常好 修理的時候 Audi的人很慘 每次進去一次 有幾千元出來 我Toyota進去 每次幾百元就可以出來 寶路說 經錢加上知足便是大利 如果我們知足 我們就不會犯這個妒忌的罪 好了 我們回到這裡 看啊 弟兄姊妹和睦同居 何等得善何等逼你 當我們看到我們的弟兄姊妹 被神呼召高立成高位置的時候 我們要為他高興 我們不要妒忌 我們要幫助他 幫助他 在神的面前 可以得到好的侍奉 因為這個是耶路華所命定的福 裡面有永遠的生命 今天呢 因為時間的緣故 我就沒有辦法 將我自己 和弟兄之間的疾道故事 和大家說 不過呢 我現在看到Tony 他的樣子 我實在沒有辦法 一定要讓你們看一看 你有沒有覺得Tony 和我的二哥有點相似 有沒有 有 有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二哥 我小時候非常妒忌他的 所以我甚至犯了很大的罪 但是呢 這個是三、四年前 當他知道我去上海的時候 他特別在香港走上來 說要跟我一起去迪斯尼樂園 我們現在真是和睦同居 何等的美、何等的事 這個有機會 將來有時間 再跟你們分享這個故事 現在呢 我們就低頭做一個祈禱 至悲天父 但願我們今天 來到你的面前 首先向你認罪 我們實在 很多時候 不可以和睦同居 我們有自己的意見 我們有自己的缺陷 我們見到別人成功 我們沒有他那麼成功 我們會妒忌 我們有自己的意見 就不接受別人的意見 主啊 大願你赦臉 因為你的 你的旨意 是要我們彼此和睦同居 雖然現在大家沒有什麼辦法 大家一起實體的見面聚會 但終於有一天 我們知道疫情會過去 當我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大願我們就想到 我們可以和睦一齊 一齊來服侍我們的主 一齊來欣望你的福音 是何等的美 何等的善 幫助我們今天 一起思考你的話語 讓我們在你的主日敬拜完之後 你的話語繼續在我們的心裡面動功 即是主祖告祈求奉主 蘇姬都這樣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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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感謝孫長老給我們這麼好的信息 也有一個很好的提醒 我們弟兄姐妹要和睦同居 我們就 星期五就跟大家說聲 因為是Labor Day weekend 所以我們就星期五沒有聚會 OK 我會再發通告提醒大家 其他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報告了 Karen 你有沒有補充 沒有報告 OK 那我把時間交給Donna OK 麻煩 讓我先分享一下 我們一起去唱三一眾 Y know 來這裡 丫致地必肯足心之心逸 我们也帝路祈祷 三日天父 我们多谢你今天值着宣长老给我们的提醒 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叫我們能夠省察我們自己的心裏 是不是對人有妒忌的心 在我們比較的時候 覺得自己不吸引的時候 我們會妒忌 在我們比較的時候 覺得自己比別人好 我們會看不起別人 徒主祢祝福我們的團契 能夠在祢面前 無論我們前面的道路 祢如何帶領我們 我們都能夠和睦同居 同心合力的來跟隨你 我們仰望祢自己祝福我們廣東組 在這個情況的裏面 你帶領我們 無論外面的疫情是如何 無論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的不安 西方西部有大火 南部有水災有風災 在這個地球上面有很多的戰爭 有很多的控制 香港的情況非常之惡劣 天父我們仰望祢自己帶領我們 在我們這樣的情況裏面 我們不知道應該怎麼來跟隨你 我們想到阿富汗的情形 拜登總統他的失策 導致現在這樣的危機 我們只能夠完全仰望祢 求主來到憐憫 或者我們能夠有機會 我們會來服侍這些人 求主讓我們看見祢自己 給我們的使命去如何 我們不會為著 因為祢呼召我們的兒女 來服侍祢 我們就覺得不願意 或者不接受 我們要勸祢不要這樣做 求主來到憐憫 為著我們在祢面前的奉獻 和我們的追求來祈禱 拜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交通和感動 上願我們眾人同在 從今天一直到永遠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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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去唱阿門的鐘 好 不好意思 我忘記了